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上县长产生立委职缺 结果萧美琴拼到只差7.52% 这是民进党在花莲史上最好的成绩了 过了两年 2012年立委选举 民进党派出台东来的前立委赖昆成 结果又打回基本盘也就是三成都不到 甚至蓝军分裂 傅昆起派出自己人 农业处长张志超来打 都还赢过民进党这个罢告 这蓝军加起来的得票率达到了7成25 显见花莲县长期蓝大于绿的基本盘 去年县长选举 民进党甚至没有推出候选人 有人说这是为了暗住傅昆起 结果花莲王傅昆起狂扫了 56.52%的选票 大赢国民党推出的前花莲市长蔡奇塔 赢了有将近29%这么的多 2008年的立委选战 当时挂国民党的傅昆起 这得票就更多了 达到了6成6 民进党的卢伯基依然是冲不过三成的门槛 看来民进党真的是拥有专业形象的美女 肖美琴最有希望咯 根据智慧教育所的预测 肖美琴目前当选几率是由59.9% 王庭生40.5% 而得票率的预测肖美琴是38% 王庭生35%是在误差范围之内真的是激战 问题是这个预测的当时 那么国民党是还没有使出这一招 也就是傅昆起到底要挺谁呢 原本他跟王庭生是不合的 老是想拉拔自己的人出来选 但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实在很聪明 就提名傅昆起的老婆徐征未为不分区立委 而且是在安全名单是第十名 这下子资源全拿了 老公当县长 老婆当立委 恐怕就得全力来力挺国民党王庭生了 民进党小美琴想要杀出重委 真的是难度变高了 诡决的战况我们交给主播王举荆 希望不会花莲没有特快车 在2010年的立委补选之后 王庭生跟萧美琴这回要再度对战 来 蔡英文跟你拜托 好 我们今天要多长还是我们的敬老人 我们的敬老人 谢谢 好 要清楚了 好 要好 没有麦克风我也只能更大声 就是这么巧 花莲这么大跑突啊 也能狭路相逢 邀请 这个东西 谢谢 祝你健康 谢谢 來 誰又來撥卡 一山不容惡苦 更何況 2010年 王庭申 蕭美琴 花蓮立委補選還不咬過 當年王庭申批空降的 蕭美琴滾島游觀光客 最後拿下勝利 但蕭美琴嘛夠厲害 短短45天就有四成得票率 也是民進黨在花蓮 前所未有的好成績 謝謝 小心 小心喔 小心 別放別跑 對啊 斷斷斷 喔 一樣的啦 謝謝啦 好 謝謝 二年的觀光客 沒有打包回台北 反而留在花蓮落地生根 我大概是六年前 搬到花蓮來 我買一個公寓 就住在花蓮了 那在美輪 有時候如果剛好有一點時間 會去跑步啊 我又來了 今天走四場 來跟大家拜託 加油 加油 好 謝謝喔 就算是不分區立委 蕭美琴就五年 仍不是在立院就在花蓮 媽媽姐姐看到蕭美琴 就像看到姐妹濤 先衝向前 來一個熱情的大有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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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小心喔 五年來花蓮相遵的熱情 也讓過去總是給人感覺 哭哭哭冷冷的蕭美琴 變得有溫度 好 新鮮味道喔 真的喔 不好意思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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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拜託喔 但花蓮過去清一色 男性正常 又是藍大於綠 蕭美琴這一張美女牌 熟面孔 但明鏡動耶 要被花蓮相親當作咖地人 也只能靠認真的精神 我跟你講 我們是對人 你知道嗎 認真 支持認真的人 對 我們歡迎那麼久了 心想要 還要努力啦 看英文 拜託大家支持喔 幫自己拉票也拜託大家支持小英 當過三屆立委的蕭美琴 這一次使命更重大 要幫民進黨在花蓮開出沙漠之花 但身為國際書部主任 又是立院黨團幹事長 還是蔡英文身邊大紅人 蕭美琴這一回回到花蓮選立委 能不能做好做滿 也變成對手攻擊重點 而不是說選舉的時候來 那麼選完的時候 可能就不見了 甚至於把戶籍都搬回去 行男立委 王廷生大 這叫媽咪都18歲 18歲 沒有啊 還沒有鬆鬆鬆 18歲 要成年 要成年 拜託… 加油… 媽媽阿姨捧上了天 燒美請打美女牌 我也來打行男牌 行男還得是暖男 選民要求 王廷生通通有求必應 加油… 謝謝 好 照一下… 快點… 上鏡頭 快點 從場外握到場內 王廷生感痛啊熱得是猛流汗 真的感情是把選民當家人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可愛喔 謝謝 王廷生立憑三連吧 身為前花蓮縣長 王慶豐的兒子 在地自然是最大的優勢 我們這些長輩其實都認得我 所以這是在地的優勢 當然我們不是說別人不優秀 但是說我們在地的常常來 大家認得我們 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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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 放棄 變馬總統多次力戰 是不可多得的優秀在地人才 身為立院黨團小黨編 王廷生被說是中黨又愛香 但是花蓮要選贏 花蓮縣長傅崑 擁有最大影響力 初選時派出自己的人馬 最後卻被王廷生顯勝 但縣長夫人徐正衛 又被列入國民黨的副分區 就看副寬棋能不能放下初選戒定 現在停車是唯一的 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 那麼也是唯一的藍軍 不過王廷生這一次要贏 最大敵人還是自己 抵拔竭力為口頭之勢化鈴 被公渡農封為是沈化王 但王廷生說他是待在花蓮 關心地方 謝謝 讓我再去跑行程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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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泛藍囊中午 這一次民進黨也派出強棒在陣 拼面子 拼李子 誰可以讓花蓮變得更好 誰就能攻下後山 在花蓮上次總統大選 蔡英文儘管聲勢已經不錯 但在這裡還是大輸給馬英九 這個幅度達到將近36% 而蔡英文得票剛好只衝過30%門檻 照這樣看來 也許民進黨女將在花蓮比較受到侵難 如果能夠翻轉 將會寫下歷史不凡的紀錄 這一條路 蕭美琴深耕那麼久 就看這一次能夠收成多少呢 下個禮拜我們要前進南投竹山 另外一位美女許淑華才剛補選上 立法委員現在要接受自身立委蔡皇郎的挑戰 兩大強幫誰能勝出 這裡也被視為是民進黨國會關鍵過半的一個重要席次 相當的精彩 宣傳語呢 讓台灣更美好 請您持續鎖定 國會大壘台